记者庄汉昌鞋线台南报导游社团法人台南市台日友好交流协会与日本嘉赫市及石川县九股烧美术馆 共同举办的台南市日本嘉赫市友好城市交流纪念小学生九股烧会敏展 18日于新营文化中心节目 今年主题定调味水果蔬菜参与的画作件数高达1346件 前十名的作品是由最专业的九股烧师将们将这些漂亮的图案加上师将们的创意发想绘制并烧制于九股烧陶瓷上 台南市台日友好交流协会理事长郭真会表示 石川县各地与台南市因为八田与一记师结缘 除了石川县议会及金泽市议会与台南市议会为姐妹议会外 嘉赫市在2014年7月7日与台南市地结友好城市 去年适逢地结两周年 为纪念两地友好情谊 从去年开始与两地同时进行小学生的九股烧会敏原画目集 最后由九股烧师将挑选是何烧至于九股烧的十件优秀作品 台日协作完成无价的艺术创作 并于18日在新银文化中心展出 农委会副主委李退之表示 看到日本小朋友所汇制出来的芒果、番茄等 可知他们对我们在地蔬果真的非常熟知 希望未来也能够找出台日双方交流及合作的主题 继续延续我们城市交流 本次展期从即日起至二十六分之十一为止 除了在新银文化中心一项厅展出外 11月28日至12月7日还会移师至台南农业试验场丙种宿舍 同时也是社团法人台南市台日友好交流协会会址进行接力展出 同时就在超越研究嘛